第三点呢就是大麦与小麦 大麦与小麦的含淀粉含量 虽然不计大米和玉米糕 但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含少量的酶 像小麦中含阿尔法淀粉酶 大麦中含有β淀粉酶 在糖化过程中可辅助麦芽的酶作用 淀粉糊化温度较低可直接加入糖化锅 而不需要进行预糊化处理 但要控制合适的粉碎度 在65摄氏度左右的糖化温度下 可糊化糖化的更好 以大麦直接作为辅料 生产麦汁的成分与全麦芽麦汁相仿 小麦的糖蛋白及泰的含量较高 不仅发酵速度快 还有助于泡沫持久性 另外又由于小麦的花色干含量低 而对延长保住期有利 作为辅料 大麦用量一般为30%到35% 小麦的用量一般为20%到25% 第四个就是糖与糖浆 用作辅料的糖的主要成分为折糖 含量可达到99%以上 折糖可全部被发酵 而且发酵速度快是很好的辅料 但因为不含酸和价格比较高 因而使用受到了一定限制 一般用量控制在原料总量的10%左右 为其包麦汁最终浓度可以在土飞锅中添加 请不含酸和价格比较高 请不含酸和价格比较高